花蓮市111年度原住民各项业务政令 宣导收明会日前在花蓮市公所三楼简报室举办 市长魏家贤感谢原民会这些年来的支持 让市公所再推动原住民相关政策得以顺利完成 他表示年底即将卸任 但仍然持续在建设上有所规划 让新上任的市长可以立即上手 不会出现衔接问题 魏市长致辞时感谢大家踊跃出席 他表示原住民委员会 这些年对花蓮市的协助与大力支持 让市公所在推动原住民相关政策时得以顺利完成 大家都有目共睹 其中又以部落聚会所的陆续兴建 最能够让人深切感受到原民会与上级政府 重视花蓮市部落的需求 一直在几年前 我们部落聚会所很多的头目在反映的部分 我们都逐一的来落成 他对部落主人们有一些需要急难 协助的部分 我们不只是我们原型课可以帮忙 我们社交课也可以来做相关的协助 那我们真的也希望在今天的会里面 我们部落主人们能够提出自己的一个 如果需求或想法或需要一些建设 都可以来提出来 那我们更希望可以看到部落的发展 跟我们族人们能够一起对部落服务的一个心 那可以看到我们其实看到年轻的 我们原型课很多年轻的小朋友 那最大的小时小朋友都回到原型课来做相关的努力 那也希望部落的主人们都给他们多多鼓励 说明会在市公所三楼简报室举行 参加会议的包括 现议员李正文 市民代表 肖明龙 平岛不定 13位部落事务组长 以及原住民妇女干部 青年团会长等人 记者凌结 欢迎是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